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澳大利亚节目 读到内容包括 1.探索未知澳洲独特野生动植物世界 2.味蕾之旅澳洲美食文化深度体验 3.户外冒险澳洲自然景观与极限运动 大忙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探索未知澳洲独特野生动植物世界 澳洲这个位于地球南半球的奇妙大陆 是一个充满了惊奇和神秘的地方 尤其是对于那些热爱自然和野生动植物的人来说 这里不仅是袋鼠和考拉的故乡 还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 它们的存在仿佛是大自然在开玩笑 让我们这些自诩为知识渊博的教授们也不得不佩服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澳洲的标志性动物袋鼠 袋鼠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动物 它们的跳跃方式不仅高效 而且能量回收率极高 仿佛是自然界中的节能高手 但你知道吗 袋鼠在澳洲的地位就像是披萨在意大利 或者是长城在中国 是不可或缺的国宝 然而这些可爱的跳跃者也有自己的小秘密 比如他们的尾巴强壮到可以单独支撑他们的体重 让他们在进行拳击比赛时显得更加阴重 接下来我们不能不提澳洲的另一位明星 考拉 这些看似永远在打瞌睡的小家伙 实际上是树袋熊的一种 而不是真正的熊 它们几乎整天都在睡觉 每天需要睡上18到22个小时 这让所有的叶猫子都为之羡慕 考拉的主食是安树叶 这种叶子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有毒的 但考拉却能够安然无恙的享用 这得益于他们独特的消化系统 不过安树叶的营养价值并不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考拉需要睡那么多 它们需要节省能量 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动物 澳洲还有许多其他奇特的生物 比如鸭嘴兽和真岩鼠 鸭嘴兽是岩鼠 鸭嘴兽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哺乳动物 它有着鸭子的嘴巴 水塔的身体和海犁的吻巴 是自然界中的混搭打湿 而真岩鼠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会下蛋的哺乳动物 这让它在动物界中独树一致 在植物界澳洲也有其独特之处 比如比如哈氏西土之处 澳洲是世界上安树最多的地方 这些树不仅为考拉提供了食物 还对澳洲的生态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澳洲还有一种叫做活化石的植物瓦尔姆亚棕 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 总的来说澳洲的野生动植物世界 是一个充满了奇迹和惊喜的地方 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 它们不仅展示了大自然的神奇 也提醒我们需要保护这些珍贵的自然遗产 所以下次当你想要探索未知的世界时 不妨考虑一下澳洲 这个神奇的大陆 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启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味蕾之旅 澳洲美食文化深度体验 在探索澳洲的美食文化时 我们不仅是在品尝食物 更是在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味蕾之 澳洲这个位于南半球的国家 清美食文化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拼图 每一块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时期 文化背景和移民故事 首先我们得向土著文化致敬 澳洲土著人的饮食习惯 深深植根于对大自然的理解和尊重之中 它们的布什食品布什团 包括了各种野生浆果 坚果 动物和昆虫 这些食物不仅丰富了澳洲的餐桌 也为现代澳洲料理提供了灵感 试想一下 在一家高档餐厅里品尝有顶级厨师 精心烹饪的带鼠肉或鳄鱼肉 这种体验无疑是非常独特的 然而澳洲美食文化的多样性 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随着历史的发展 大量来自英国爱尔兰的移民 带来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比如肉饼 鱼和薯条等 这些食物很快就融入了澳洲人的日常生活中 成为了澳洲美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你以为澳洲的美食文化就此止步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随着亚洲 意大利 希腊等国家移民的涌入 澳洲的餐桌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色彩 想象一下 在悉尼的一家小匠里 你可能会发现一家家族经营的意大利面馆 或是在墨尔本的市中心 品尝正宗的越南和粉 这种文化的融合让澳洲的美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而谈到澳洲的标志性美食 我们不得不提Vegemai这种酱母提取物 这种的深色酱量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可能是一种Aruhante Kikarada 但对于澳洲人来说 Dajimai 涂抹在烤面包上是他们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如果你有幸参加一个澳洲的烧烤排队 那么恭喜你 你将体验到澳洲人社交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在这里不论是海鲜牛排还是蔬菜都能在炭火的烤制下释放出最原始的美味 而围绕着烧烤架的欢声笑语 更是让这场味蕾之旅增添了几分温馨和快乐 总的来说澳洲的美食文化就像是一场精彩的冒险 它不仅仅是关于食物的 更是关于历史文护场洗用场 更是关于历史文化和人们之间的交流 所以下次当你品尝澳洲美食时 不妨想想那背后的故事也许你会有更多的发现 谢谢小六嘴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户外冒险澳洲自然景观与极限运动 澳洲这个位于地球南半球的奇妙大陆 不仅是袋鼠和考拉的家园 还是户外冒险爱好者的天堂 如果你认为户外冒险只是简单的在野外散步 那么你可能还没被澳洲的极限运动文化彻底震撼 首先我们得谈谈澳洲的自然景观 这里有从红色沙漠到翠绿雨林 从幽近海滩到壮观峡谷的一切 想见一下 在大浦交潜水与五彩斑斓的渔群和悠闲游艺的海贵为伴 这简直是与世隔绝的天堂 但别忘了这里还有可能遇到的不速之客鲨鱼 不过对于寻求刺激的人来说 这不过是增加了一点点趣味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脚踏实地 但又不失刺激的人 那么澳洲的沙漠探险绝对是你的菜 在乌鲁路艾尔斯岩的巨大红色岩石旁露营 晚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心情 仿佛整个银河系都在向你眨眼 只是别忘了 这里的野生动物可能比你更热衷于户外冒险 比如说好奇的袋鼠和不寝自来的蛇 对于那些喜欢高空刺激的朋友 澳洲的滑翔伞和跳伞绝对能让你的肾上限速飙升 想象一下在拜荣湾上空跳伞 从数千英尺的高空俯瞰那片蔚蓝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 这种自由落体的感觉 简直比吃了太多澳洲烧烤还要刺激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澳洲独特的极限运动之一 是的你没听错 就是跳进一个水下笼子 与那些史前巨兽级别的盐水鳄共游 这种体验恐怕连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都要黯然失色 总之澳洲的户外冒险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探险电影 只不过你是主角 无论是潜水跳伞攀岩还是沙漠探险 每一次的经历都足以让你的朋友圈炸裂 只是别忘了在追求刺激的图时 也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 毕竟我们都希望这个户外冒险的天堂能够永远保持它的美丽和意气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澳洲独特的野生动植物世界美食文化和湖外冒险 澳洲的自然之美和多样性令人叹为观止 而丰富多样的美食文化和极限运动则让人心跳加速 在这个充满奇迹和惊喜的地方 每一种食物 每一种食物 每一种冒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 我们从淡数的跳跃技巧 考拉的懒洋洋 压嘴兽的混搭造型 再到安树的众多品种 瓦尔米亚松的古老身份 每一个生物和植物和植物都是大自然创造的奇迹 而在澳洲的美食文化中 我们品尝了土著人的不食食品 英国移民带来的肉饼和薯条 亚洲和意大利移民的美食 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 让食物成为了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连接 最后 我们还体验了澳洲的自然景观 从大葡礁的潜水到沙漠的探险 每一次的冒险都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和美丽 在这个充满奇迹和惊喜的澳洲世界中 探索未知是一种乐趣 体验美食是一种享受 地球冒险是一种勇气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能够激发你对澳洲的兴趣和好奇心 也希望你们能够亲自去澳洲探索 发现更多的惊喜和启发 最后我要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澳洲的野生动植物世界 美食文化和户外冒险 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和体验 请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交流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